但是雨桥 雨桥自己本身条件也好 家事也很好 对不对 没有 你如果碰到一个男生 条件很好 又有上进心 又不错 但是 你要跟他一起打拼 要吃苦的 我可以 我可以啊 你不可以先看外形 对 外形是否完全100%是你的菜 我跟你讲 我就是成绩 你可以做得到吗 有 我真的有一段时间超级苦的 就是完全就是我的菜 是怎么样100%是你的菜 很高又很帅 很高很帅 然后也就是身材也蛮好的 长得像这样 对就是那一款的 如果长得不是这样 就直接门关起来 对不对 就说你敲错门了 对啊 但是就是这个条件 那结果后来咧 我其实有点吓到 因为他那时候 来按我家门铃的时候 是晚上12点多 然后我已经准备要睡觉 然后突然间来按我家门铃 然后我就打开门 我说你怎么会突然间出现 他说我决定 我想要来跟你一起住 然后带着他的家当 然后我就傻眼 我想说你为什么没有先跟我讨论呢 但是很两难啊 因为我们已经在一起两个多礼拜 也快一个月了 然后他就说他很希望可以跟我多相处 然后有各种的理由 他就想要搬过来 就是很突然 我就很尴尬 然后你也知道天秤座 就会很想要就是 不要让人家觉得我们 就是不要伤人 对 伤人 不知道怎么办 对 不知道该怎么办 然后我很两难 然后一直在 人就是恶魔跟天使说 怎么可以让他进来住 一个说 快点进来 我想让他进一步 对啊 一定啊 一定就是事 然后后来就觉得 算了 还是让他进来吧 不然也不好看 很怕邻居看到或什么 就让他进来 每天 我真的是发誓 我每天帮他做早餐 不管几点 早上四点我也起床 早上五点我也起床 就是每天帮他做早餐 然后我就 戳着疲惫的眼睛在那边 做完早餐 然后放在那边 然后我就喝着一杯茶 看着他 然后呢 他就吃了他的早餐 就说 谢谢宝贝帮我做早餐 我就说不客气 然后就 他就说你会不会很累 我就说没关系 我就是想要你吃饱饱去工作 这样可能他工作结束 我再去买菜 帮他做晚餐 假如说他宵夜饿了 我再帮他做宵夜 但是我不知道 然后他就是 我就帮他洗一些衣服 然后他内裤的裤头松 我就去帮他买内裤 天气凉了 发现他的衣服外套 也没有厚的 我就去帮他买一些大衣 厚的皮外套 后来就这么会照顾人吗 我很喜欢照顾人 因为我照顾人的那感觉是 我觉得很踏实 可是有个人不会珍惜 对 然后终究有一天 他真的就是没有珍惜 就前面都很珍惜 然后到终后面的时候 我就突然间发现 他慢慢变了 他习惯 他觉得你好像理所当然 对 他就变了 就变得说 我找不到他的人 多久之后 三四个月后 差不多 差不多 前面期过了 男生大概三个月 对 就男生要假 大概最多也撑三个月而已 对 因为他还慢慢现原型 差不多三个多月 快四个月的时候 就突然间 传讯息找不到人 打电话不接电话 然后打电话 打打打打 结果手机关机了 消失好几个小时 然后再突然出现 再回到家说 没有我刚刚 就是跟朋友去唱歌 然后那边就收讯不好 或者是 我刚刚就是跟朋友 去打网咖 所以没办法接你电话 反正有各种 很瞎的理由 然后消失了一次 两次三次 到第四次 我觉得超夸张 他消失了八个小时 而且这八个小时 他隔天是要 飞北京去工作的 也就是说他去北京 我有一段时间 是完全见不到他 然后我就看到他 他把行李就整理好 就说我要跟一群朋友 去唱歌 他就把他的行李 都整理好 放在客厅 然后我就说 那你几点要回来 因为你明天就要飞了 然后我很想要跟你 就是多相处 然后他就说 我应该去唱歌 可能就四五个小时 就回来了 你不用担心啦 什么什么 就讲一大堆 结果他就真的 消失了八个多小时 然后一直传讯给他 传到我就有点不爽 我就说 你再不回我讯息 不接我电话 然后手机还关机的话 就分手 他这时候就心想 Yes 对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我一直沉沉到半夜四点钟 他依然 没有回来 然后我就想 算了 我就睡着了 然后想说 他回到家 应该会摇醒我 说Baby 我回来了 对不起 之类的 你知道我醒来 已经下午一点 完全 人 心里 空了 然后呢 我就看手机 他就说 你好幼稚喔 没想到你这样 就要跟我分手 好啊 我尊重你 他竟然没有来跟我安慰 也没有跟我说对不起 什么都没有 就这样子走了耶 我超级傻眼的 我不肯相信 其实这已经计划好了 而且他已经找到了 第二个窝居了 对 是吗 对 后来 我跟他就是分了 然后好像大概 两个月吧 然后他就跟另外一个 女生在一起 对 所以他根本 他已经瞧到无缝接轨 我觉得是 舒伟丁那时候 他已经就是跟那女生 已经三个 我跟他三个月后 然后他跟那女生 已经有点 曖昧什么的 所以他就觉得好 那他就转移目标 觉得 这女生可能 更 更厉害 那一个女生确定 也会开门 让他搬进去了 对 他就 他就确定 就是比我条件又更好的 我那时候 整整 一年多 就是都在悲伤之中度过 然后那时候姐妹 也觉得我很傻 就是付出了太多 对 听起来就是 罗姐 你觉得这小女生 错在哪里 错在啊 她不应该帮她做早餐 煮晚饭啊 像老妈子一样啊 这不是一个男人 想看到的女人 你做早餐的时候 有像你现在这么漂亮吗 没有 对 真的没有 她可能讲到一个重点 因为在过程中 你已经帮她 做牛做马 其实已经很像 有点像黄脸婆了 她要上班 我都出去啊 对啊 那她平常日子 除了礼拜五礼拜六 可以出来走一走以外 那礼拜天要休息 礼拜一又要上班了嘛 对 她一到四都不能出去玩啊 那我就一直出去玩啊 反而让男生更担心 反过来让她担心 对 对 是 对 我一直以为要扮演一个 乖的女朋友才是对的 然后我从来都不 天啊 我从来都不会打电话 找我男朋友 你在干嘛啊什么的 就放牛吃草 是吗 因为我自己很忙啊 都是她来问我 说你在哪里啊 你在干嘛啊 你怎么就要回家啊什么的 好厉害喔 不要吵啦 我还没玩啦